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经文故事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 我也相信大家对这个比喻故事非常熟悉 但不像我们听到的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我们从经文当中并没有知道为什么导致耶稣要讲这个故事 也没有人问他一个问题让他要讲这个故事 也没有其他的一个情境或者是情况让他必须要回应用这个故事来说明 我们从经文看到的就是有一大群的群众来要听他讲话 要听他教训那么他就告诉他们这个杀种的比喻 我一直以来就觉得这个比喻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信心的种子 还有这些信心的种子是落在哪里呢 那么我一直以来所想的也都是说 这个比喻就是在讲我们要自己预备好自己 让我们自己去成为那个好的土地 这样子那么上帝的恩典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就不会被夺走了 或者呢会归于灵 这个后来就像是耶稣的解释了 那么我们从经文也读到 其实耶稣也正是这样子解释他自己所说的故事 那么最近这几年呢 我开始没有那么去注意到底这个新新的种子啊 他们是钓到哪里去了 反而我对这个杀种人特别感兴趣 也对他所做的这些行为感到有一点困惑 对于这个杀种的人呢 耶稣并没有说的太多 只有一句话 有个杀种的人出去杀种 那么其他的故事就是在讲他杀的种子呢 到处都是杀到哪里去的 有的掉在的路旁 有的呢掉在那个土很浅的石头上 有的呢甚至掉到荆棘里面去了 那如果得很难得的才会掉到好的土地里去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杀种的人呢 哪一个杀种的人会到处的乱杀种 而不是杀在一个他已经计划好 已经耕耘好的土地上呢 我们要知道以前的种子是相当贵的 说哪一个杀种的人会这样把这个昂贵的 非常宝贵的种子这样子乱撒呢 你们有认识这样子一个杀种的人吗 他杀种的时候已经知道 他杀的种子只有一些 一些不是全部或大部分 只有一些呢会落在好的土地 然后会结果子会结石 你听到这样子你会觉得这个杀种的人是不是有点笨呢 你会觉得他笨而且呢 他真的是很随便都没有经过大脑在思考呢 我们都会想哦 谁来训练这个农夫变成这种很不精心的农夫 真的是不是一个好的老师 但上帝不就是这个杀种的人吗 不正是上帝将这样的信仰的种子 信心的种子种在我们的生命里吗 那么会不会是上帝就是这样子一个笨呢 或者是非常随便的一个杀种的人 反而他不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一个杀种的人 会不会是上帝所关心的呢 是恩典 恩典应该要到处可以见到 恩典应该到处可以见到 甚至是在无可救药或者是不可能的地方 而不是上帝他没有考虑 他说他没有考虑只把恩典种在 种下去会扎根会结果的地方 那上帝是不是要我们跟他一样呢 要他要我们的爱 然后对世间对世上的人来付出我们的爱 那种爱是丰富的满意的毫无节制的 甚至看起来是很浪费的 今天是一个街会的主日 今天我们要大大地敞开我们的门 邀请我们社区的朋友进到我们当中 在这里呢分享上帝的爱与恩典 现在有些人可能会坐在这里 想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们有一个完美的星期节奏 这一座或许有兄弟姐妹会想 嘿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件 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的工作 来来为这些社区的朋友做这些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工作 来带这些孩子和家庭 为什么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开会开好多次 昨天又加班了一整天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工作 那么我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些来的人他们会留在我们的教会当成我们的会友吗 会让我们的教会更加成长吗 还是我们想要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呢 今天正是最好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踏出我们的大门 欢迎我们的社区的朋友 我们要去撒种 今天正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让我们来练习 我们的杀种呢 并不是只有为了收获 那么今天最大的收获 就是我们要集中我们的精神 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杀种杀种杀种 那么今天我们真的要操练这种杀种的 恩典的杀种是要变成是没有节制的 甚至是浪费的 上帝的恩典跟爱真的是非常的美妙 太美妙太奇妙 我们不应该有那种想法说 哦 肥水不落外人田 所以祝神我们愿意愿意愿意 这天要更像祂 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 在今天赐给我们喜乐 赐给我们勇气 把我们的双手伸出去 让我们今天能够更像祂 and everybody said Amen Amen 4月级